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啊 今天是2020年5月3日星期四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正常的午间闲聊啊 跟大家随便聊一聊 大家感觉啊 各个群里面啊 一些勇士们啊 还有一些吃瓜群众们啊 还是对这个Platoken3.0测试版热情不减啊 各种求证 而且求证的五花八门啊 比较细致 首先对这些勇士表示敬意啊 就说50多个人 以声势币啊 而且这币都安全的转了出来啊 最感谢的是他们把整个过程啊 录给大家啊 现场直播或者说事后截屏啊 让我们共同见证 这么一个激动人心的事情 关于这个测试版呢 我还是就昨天那个态度啊 他再牛逼 他也是测试版 对吧 也不要过于事先就给他定一下调子 说他是来圈粉圈钱 偏流量变钱的 这种实证的态度是非常值得欣赏的啊 我们讲大胆怀疑 光怀疑是不行的啊 怀疑是种本能 然后要去实证啊 你怀疑可以有五千个理由 但你去把这五千个一个的推翻 然后得出一个真实的结果啊 这就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啊 我们各个群里面我看啊 很多老师都在做这些工作做的还不错 结果是让大家比较高兴的 事先不给他自带节奏的给他下什么结论啊 通过各种验证 反正是这又不是一个人在做这工作啊 大家互相交流中 实证实证中交流 总会失落失出啊 总会得出一个结论 但是始终要心里明白 这是一个测试版 而且不是公测版啊 显然不是针对所有的用户的测试版 它是不管是怎么流出的啊 肯定是泄露出来的信息 是给大家增添了信心的啊 有些人是需要这些所谓的实锤来相信什么的啊 那么这个我觉得就算是半个实锤吧啊 测试版呢 它是执行 它是完成测试的任务啊 它不负责让你真实的把你资产导出啊 那就等于开网了 但是有测试 说明它的工作的进展啊 那么现在它里面那个DC啊 可能是一种 就好像银行人员为了练习点钞用的那种 那种带用卷式的啊 可以这么去理解啊 让你试一下这些功能啊 仅仅起到这样的作用 也不要过于 对它啊 过于纠结 就是有些人还说 哎呀我这又整样的那样 怎么这个这个实现不了 那个又做不到 这是测试版的啊 毕竟还是测试版啊 那确确实实是plus token的测试版啊 这个呢 尽管有的人还是深刻的否定啊 我们还是想强调plus token啊 一定是归来 这是毋庸置疑的啊 毋庸置疑的啊 我们说它忽之欲出不出啊 但现在就是板上钉钉啊 总而言之这一点不用再有任何的怀疑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比较淡定的 保持吃瓜的姿态 我也很想念一些朋友 我觉得他们应该现在 应该心情好了点啊 结果事实上还不是这么回事 天天的是我们一块出去玩 我们还想起来啊 你曾经啊 在七八月份的时候 非常正能量的一个人啊 他建了个群啊 最早的建正能量群 大家都在他分享 他穿多了消息啊 他还去过日本那个七月五号的会议啊 认识很多大咖 结果到了九月底 这个人突然就崩溃了啊 崩溃了 崩溃了之后呢 人变得非常的 情绪化啊 情绪不稳定啊 就是见谁骂谁 得谁骂谁啊 后来我们受不了呢 就他自己的群啊 他被他自己的群管把它踢走了 然后又在个小群里面 也是这样 后来我看实在是 看着心里面不好受啊 也替他难过呀 但是没招啊 也是四十好几的小五十的人了啊 据说以前还办过工厂 还是共产党员 应该是经得起考验的吗 经得起磨难的人吗 经得起折腾的 号称投了四百万 但就是崩溃了啊 崩溃了还好啊 没有到过于极端啊 需要住院或者需要强制措施的地步 就在群里面偶尔放放冷枪骂骂人啊 发现一下情绪 然后只好回避他 那么现在呢 我觉得普拉索肯已经啊 到这么明显的节奏了啊 我们十个月啊 过来啊 一个是经过重新的认识 普拉索肯重新的学习啊 然后普拉索肯的不各方面的进展啊 以前我们说这个B一直在动在增加 服务器一直在更新 有人在伺候 育民到期有人续费 种种实锤的迹象 那么现在测试扮演出来了 我们我们怀念一些这位人啊 看他心情是否好一点 没想到就这么巧 他这个群里骂我 当然我也不客气了 骂人这时候是比较专业的啊 但是我轻易不骂人啊 叫身怀重气不可轻易示人啊 尤其是我现在被某些人称为什么公众人物 我们是确实应该有点宽大博爱之心吗 但是还是忍不住回敬他的一句话啊 但是现在我还是希望他的心情能好一点啊 钱的事吗啊 钱来了就啥就没有了啊 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因为意见不合而产生情绪上的反动啊 因为大家末路相逢 因为普拉松很官网了 我们他彼此相识啊 我们说是在这里啊 互相打气啊 相拥取暖度过寒冬啊 本来是这种滥友的关系 但是有些人把这一种机缘用来结识新的仇人 那是何必呢 对不对 大家素不相识 仅仅是意见不合啊 吹着牛逼是我自己高兴 也为了让大家高兴 你听了不高兴 你不听就完了 是吧 又没收你的钱 啊 我再次也建议那些热衷打包散发的人啊 注意一下 如果有些群里面有些人态度不友好 那么不要在那个群里发啊 我们不惹他们啊 让他们保持他的这种糟糕的心情啊 只要他自己那么爽就好了啊 我说我吹牛逼主要是为了图自己高兴 图自己开心 大家觉得听了之后自己能开心一点 那我们就分享一下啊 不是像传说中的要吸粉 我真看不上这些粉呢啊 这以后都是留下祸害的啊 必须跟一些人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啊 这是一种对生命比较珍惜的态度 比方说今天早晨 为什么该一个很多群流传的帖子上 我亲笔写上这是谣言呢 哎 这种东西你不及时制止啊 他会带来无穷的烦恼啊 他在群里面发了 就有些人就来问 然后还会私聊你 但是这种属于非常低级的一个谣言 他涉及到国家的重大的外汇政策 应该有国家相关部门来发布 而且是在正规的媒体上发布 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微博的自媒体 个人在那瞎说就喝酒之后胡吹一通 而且文具连语文都不过关啊 讲的很多专业词后都用错的 人民币从来就是不是跟美元挂钩的啊 更何况在美股票交易里面只是跟人民跟美元有毛线的关系啊 在里面这种错误低级错误非常多啊 就是他说话的人说的言之佐々就被大家当做一回事来传啊 这也是我希望这这十个月过来啊 第二次提醒大家 任何消息首先看他的出处 好不好 第一是谁传出来的 第二是在什么媒体发布的 啊 比如说 中国啊 外汇管理局啊 通过新华社发布的 这叫消息啊 这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他妈一个谁都不认识的人 写几行字在一破网上 你还把他 搬过来搬过去的 我说你这就是史克郎搬份球 啊 长点记性 以后再有着我不提醒直接拉黑 删除 这种低认知低智商的人真的是会坏大事的啊 我们不是搞传销的 不是什么人都去传播的啊 你这次一官网那些所有的团队的人 我想都有一种略微的后悔 而后悔把这个人带进来了是不是 找事的人就是这些人 没有脑子的人啊 不要图他的一分钱 不跟他合作啊 必须要有个清晰的啊 我们说珍惜生命远离傻逼啊 珍惜生命远离傻逼 请记住这句话 这种言论太多了啊 这说一句那说一句 你都拿过来啊 让来跟你鉴定一下 你是闲的 我可不闲啊 我觉得你应该回家补习语文啊 补习新华字典 然后到一个财经 哪怕是个大专班 学两年啊 把基础知识搞通 再来讨论这些问题 如果你不具备这个条件 请保持安静啊 不要像个屎壳狼一样的堆分球啊 自己不觉得臭 我们可觉得臭呢 新闻啊 新闻有六个要素啊 时间地点人物啊 经过结果 尤其是这些涉及的政策性的东西啊 他都有人管的啊 涉及到军事 有国防部 对不对 涉及到外交 有外交部发言人呢 涉及到这个外汇政策 什么美元的 国家有专门的 有央行 有外管局啊 外管局是央行下面的一个部门啊 是不是 你就凭着网民在这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那是他的自由 那说明我国家是有言论自由的 但是啊 人家能说 你不能传啊 你传也不违法 但犯我傅老师的忌讳 我讨厌这样的人啊 生活中这样的猪队友 惹的祸事太多太多了啊 他还觉得是好心 一个智商低下的人 不配有什么好心和坏心啊 呃 那个英国有个元帅叫孟格玛丽 把人分成四种 一种叫聪明而勤奋的 一种叫聪明而懒惰的 还有叫愚蠢而勤奋的 还有叫愚蠢而懒惰的 这里面 最害事的就是愚蠢而勤奋的 他不 愚蠢的人他不知道他是愚蠢 他自负满满 他觉得全世界都是傻瓜 只有他聪明 天天给你传这个传那个 让你辨别这个辨别那个 哎 唯恐天下不论 然后对这个消息呢 啊 真实的来自真实的渠道 他各种怀疑 哎呀 他就觉得遭有刁民想害症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你想骗流量 你想骗钱 对于假的 他却深信不疑 啊 热衷于传播 四处三分点火 你说这种人不是害群芝麻吗 是做投资的 不是做传销的 不需要那么多的粉丝啊 尤其是粉丝 你要把它划分一下啊 有种猪队友啊 一定要切割的干干净净 我们看抖音上有一个老师讲课非常好 我把他那句名言分享给大家啊 所谓的鹤立鸡群啊 不是你告诉鸡你是鹤 而是远离那群鸡 你说你我没有辨别能力啊 所以我来请你来过鉴别一下 我告诉你一个 不管你有没有鉴别能力 你都可以鉴别的方法 就是看这条消息 是不是正规的出处啊 谁发布的啊 这是关于什么内容啊 什么内容 我们国家的国务院几个部门都有管的啊 没有任何一个内容 没有人管啊 什么中国人民币有个美元脱钩了 啥时候挂挂钩啊 这是国家外汇政策方面的 有没有国家相关部门的人讲这句话 而且他必然是不能以个人身份啊 带职务的啊 某某局某某司副司长某某某啊 今天啊 在美日财经啊 在什么第一传媒啊 在清华社啊 在什么什么 记者问回答了什么问题 阐述了什么的问题 这才叫正式的消息 剩下的你管他谁爱怎么说呀 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你都拿到群里来跟大家扯淡吗 都像你这么闲吗 值得你浪费时间吗 你出去还有啊 树林还有鸟叫呢 你怎么不闻着鸟叫的啥意思啊 啊 那还猪叫呢 你想听懂他们 他的话吗 你可以搂着脖子问他去吧 无关的消息 不值得辨析的这种杂音 一律忽略啊 一律忽略 跟我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哦 你在对比一下 我们在讲到央行数字货币的时候 我们都是有根有据的 对不对 关于他的政策解读 我们 就是 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啊 穆长城所长 最早是那12个在喜马拉雅上的音频讲话 对吧 后来有专业财经媒体制作的白皮书 等等等等啊 怎么能根据社会传言去瞎扯淡呢 那不就是骗子最喜欢干的吗 因为我们啊 承认一个事实啊 普拉斯托克的很多用户以前就是啊 各种传销团队进来的啊 这也是我很深恶痛绝的一个团体啊 尽管他们市场推广能力很强 但推广能力强 当然是因为他们把一些啊 在那个同样层次的认知的人啊 忽悠到一起了啊 忽悠对了 大家一起挣钱忽悠错了 一起跳坑 举个例子啊 市面上流传最广的低级的骗局有什么 一带一路啊 中国梦啊 扶贫团啊 南水北调 他们全是骗局是吧 都央视都揭发几次了啊 公安部都提醒大家了 还有人乐此不彼 我亲身经历过一个一个大妈 我看在各个群里面那种投资即可证 就要找项目 在一个扶贫款 我我说那是骗局啊 别玩了 搞点震惊的 人家就生气了 人家说这扶贫款是党中央的政策 他给我们发钱 我发钱你去找局委会 找你村长 对不对 怎么网上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就要给你发钱 他说他代表政府 他妈的你还不报警 啊 这种风气 如果在我们的群里面发现了啊 这个人踢走啊 所有我建议啊 你如果跟他好友 断绝一切往来 这种人是后贯无穷的 这种人你是想帮他都帮不了啊 而且越无知的人 他越固执 你没办法说服他的 你说中国梦是骗局 中国梦是骗局 那习大大说的中国梦 你敢怎么怎么攻击习大大啊 他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 你说不离他远一点 你怎么跟他去交流啊 你还想跟他一块干什么项目 你是你是叫耗子舔猫屁啊 找死啊 你刚才跟发了个小截屏上面关于比特币的 那是来自于啊 我们在去年比较熟悉的一个大咖啊 叫好像叫随风啊 在日本的一位用户啊 嗯 他查币 他那那些地址是被他称为聚合地址啊 比特币的聚合地址多了八千多枚 我们的地址是分成几大类的啊 有集集中的地址 有分散的地址 有去搬砖的地址 有回龙的地址啊 嗯 每一种地址都承担不同的使命 嗯 截屏出来呢 就是希望大家留意这些 因为我们的地址太多了啊 我现在还没发现谁把所有的地址啊 能够把它分门别类的 呃 持续跟踪的 呃 这样 不多啊 可能有人在暗地里做这个工作 偶尔给你透露一点点啊 但是所有的啊 查币的啊 那是最实锤的啊 一些 依据啊 是我们做判断啊 最实锤的依据 因为呢 谁也把它推翻不了啊 关于行情呢 就不用多说了啊 昨天晚上 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啊 不是光讲结论 也讲了一些方法啊 一些个人的经验之谈啊 现在呢 就是在一种 持续上升 但他这一波呢 力度没有 前三天那么强啊 所以他是一波三折啊 但是大方向向上 大目标不变啊 他目标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啊 但是啊 市场是向上的趋势 没有改变 那么作为持币者啊 最佳的姿态 就是按B不动啊 按B不动啊 想做波段的啊 你把K线啊 只看四小时以上的 那才有大的波段啊 我们指的是至少上下五百点以上的 你可能能捕捉到两百点 就算是高手了啊 一般的人还不建议 做这些啊 火中取栗的动作啊 不小心就把自己的手烧糊了 有一些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 现在进入五月份 那么五月二十一号二十二号开始呢 我们国家一年一度的两会 那么在此期间呢 大家在群里面啊 谨言慎行啊 不要去妄议非议 国家的政策呀 什么意识形态呀 社会话题呀 这些啊 不利于全国人民和谐 奔小康的一些言论啊 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嘴 管好自己的手指头啊 不要给国家添乱 这是友情极事啊 当然我的群要比这个执行的严格啊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闲聊到这啊 还是祝各位啊 开开心心的 安静的等待 我们最美好的那个结果的到来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